超端定社区小企甘团队 在中部的希望之下 去辦到跟老大人共度的委本庫庭 要請到專業的老師 來真往到燉和社区 來跟老大人和這個委託的基礎 再來分享洗乾時的 會一定的內容 中部是很認真在參與 得到很多心就感 我以前做小孩的時候 吃飄皮就是這樣 那他沒有處理 五到八點 那就算了 講到小孩實際 不管是幫家裡 抗牛去吃草 吃的農事 還是說上課 不說國藝要發錢 他們去到這麼多 市大人共同的會議 這是社区小企甘 文心委訓的庫庭 卻就知道老師的引導 鼓勵市大人 請大家分享 可以社會完成生命委訓 引導他們去想 過去的他們經過 因為這裡面有九十幾歲的 有八十幾歲的 過去的生活非常的辛苦 那他們有這些記憶 都可以作為現在年輕人的這些榜樣等等 如果能夠換算換成這個簡單的圖畫去敘述 那會更加精彩 我想我覺得他們 剛才都是想說他們都不會學 結果老師是不來教過幾個口料而已 他們現在都變得大家很會 像今天在分享他們的故事 大家也都覺得他們說得都不會 會合到市長的機台 操縱頂的社工修紀元團隊 開設了這項圍本的庫庭 要請五月高中正好長有名望 也就是有名的事發家 也有嘴巴家 在休閒的時間裡面 看到市長的人 學會學簡單的圍堂機器 把美好的會議轉為圍兵 處理方部的庫庭 受到中間的家裡 我覺得很有成就 可以學很多東西 我很久仰 這個校長他的文法很不錯 所以我過年的時候 都有去麻煩校長幫我寫問連 所以我就很崇拜他 所以聽說這是他有主持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會帶我們社區來參加 這都是老人家 這是平庭社區 他們的庫庭社會 自己的庫庭社會 庫庭的校業最多的好 跟市長安官本身為說做不夠的事 就像全國的印度 現在都可以拿到自己的威度做分享 得到很大的信證感 記者的女性差不多